Hello 上次的视频 因为你们都很喜欢那个眼妆 所以今天你们录那个眼妆教程 拖了蛮久的 对不起 好了 我就不废话了 顺便给你们测一下这个 阿玛尼新出的这个蓝标大师 这个颜位是刚买的 不知道 第一次用 一个小细节 新买的粉底液 没用过的先把它摇匀 这还可以啊 就是不知道遮瑕力怎么样 持久力怎么样 我没用过这个 我只用过他们家那个大师 那是权力 对那个红标的权力 反正是蛮不好用的 滋润度是还可以 但是我感觉这个 上了一层以后 我们就姑且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好吧 但是这边这些只是斗硬啊 我最近再上一层试试 再上一层这个妆效还可以 是一个奶油机 那遮瑕力稍微高一点 也就七分吧 没有他们广告吹的那么牛逼 什么高遮瑕 整体分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就打在它比较滋润上面 其他的没什么感觉 无感 教你们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的遮瑕 如果你边缘预染的不好 用你的无明指的指腹 轻轻地拍那个边缘 也是可以很自然的过渡的 先发现了一个定妆喷雾 就是菊朵他们家这个喷雾 比我之前用的这个博瑞美的好用 给你们看一下博瑞美的 他们家定妆还可以 但这个喷头我真的不太喜欢 你看 就是呲呲的那种水深 看菊朵这个哈 看见没有 看见这个水雾没有 但是有一点不好 就是他们家这个香味非常奇怪 改正好吗 就是这个香味真的很上头 所以我屁话太多 所以我就直接省入了 眉毛定妆 还有修罗了母帅 直接开始画眼影 眼影用到这两盘 一个是菊朵的31 一个是菊朵的30 然后用30里的这个颜色 给你的整个眼眶打个底 下眼皮也不要放过 这个眼妆的着重点 其实就是在你的卧蚕和下眼线上 然后是用31里的这个颜色 的位置啊 然后往下 就只晕着你的眼尾部分 还有你的下眼也只晕到1%的位置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来感觉了 然后用30里的这个颜色 冰染你的眼尾 下眼 然后用鱼粉带一下整个眼窝 卧蚕用31里的这个颜色 最深的颜色 那种扁平的刷子 抖掉鱼粉 然后你就假笑你知道吧 如果你想要自然一点呢 就从你卧蚕开始消失的位置 往后拉 然后前面如果不够深的话 就加一点点 这样整个卧蚕 就是一个由浅到深的位置 是一个完整的卧蚕 然后就是一个红色的下肢 就是红色的下眼线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搭配起来非常的和谐 画就完事儿了 然后画完下眼线呢 用你刚才遮瑕的那遮瑕笔 多余的那个往外开的眼妆 先把下肢画出来 现在算看起来很奇怪 但是等会 但是等会 画完眼线真的非常nice 刷睫毛 刷睫毛 这个眼妆看起来更加的和谐 我买了七只不同颜色的眼线笔 最适合的就是这只 叫什么 冰糖山楂 好像叫花洛莉吧 是不是这个名字 我记不得了 就是04号 一斤便宜的可以去买 看 是不是很和谐 这个眼线笔还可以 就是我感觉水应该不多 用着用着就没了 会让这个眼妆更加的灵动 我决定加一个黄色的眼线 但这个眼线它是海绵头的 我感觉掉渣了 一点点小细节 还可以 这样还蛮好看的 一辆一辆都是这个 Bobby Brown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用完买新的 从你的卧槽的地方开始扫 然后这样斜着往上扫 扫到这个位置停下来 然后往下 然后再往里 这样扫的话 你的就是这一块红红的 就是所谓的什么 最久还是什么红脸 不管它是什么妆效了 反正就是不会像唱戏的一样 知道吧 就是这边会更加的 楚楚可人一点 好 整体妆容 这个眼妆就结束了 让我们去太阳底下看一看 就看这个感觉 就是 仙气飘飘